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下手发球 下手发球是排球运动中发球的一种 其特点是技术难度低,稳定性高,广泛适用于初学者的比赛中 发球时,手臂由下向前上方摆动,并利用身体的转动将球击出 按其动作可分为正面下手发球和侧面下手发球 由于下手发出去的球,速度慢,力量小,攻击性弱,较适用于初学者使用 下面我们来学习下手发球技术 1. 击球动作 发球的准备姿势是左肩对网,两脚左右开立,与肩同宽 左手持球于腹前,发球时将球轻轻抛起在体前右侧 离手高约20厘米 在抛球同时,右臂伸直以肩为轴向后摆动 1. 击球时,右腿蹬地,身体重心随着击球向前摆动而移自前脚 2. 击球手形 全手掌,掌根或虎口均刻 2. 击球部位 击球部位 在球的后下方 3. 击球点 击球点位于距离腹前40公分远 下面我们进行练习 练习的顺习是徒手练习 3. 抛球练习 近距离发球练习 以及完整发球练习 3. 赞成两列横队 由教师先做练习的示范 然后组织学生随教师口令做徒手下手发球动作 要求注意手型和全身协调发力,共练习5次 接下来我们结合球练习 接下来我们结合球练习 左手将球平稳抛起,离手14、20厘米 距离腹前40公分远 现在我们练习5次 接下来我们进行近距离发球练习 发球队员站在场地中距离往6米左右的地方 隔往向对面场地发球 要求动作规范 击球部位准确 发球队员站在场地底线外的发球区 向对面场地发球 在下手发球时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发球时抛球过高会增加球的下落距离和下落速度 增加截击球的难度 正确的抛球高度应离手10至20厘米左右 发球时没有转体动作 过于弯胳膊 抬小臂 会使球见高不见远 不易发过往 正确的挥臂动作 应是要用腰腹带动大臂发力 肘关节保持不动 击球点的不正确 过于贴近身体 会使动作无法舒展 球发不远 击球点离身体过远 会导致发球没有高度 发球下落 击球点过高或者过低 也都会影响击球效果和稳定性 正确的击球点应是在 距离腹前40公分左右的位置 好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 再见